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调机实际上是一个转换热量的泵 夏天制冷是把室内的热量泵到室外 冬天制热则是把室外空气中的热量泵到室内 压缩机像奔腾的心脏 使制冷剂像血液一样在空调机中连续不断地流动 压缩机将气态的制冷剂压缩为高温高压的液态 并送入冷凝气散热后成为炒蒙高压的液态制冷剂 此后液态制冷剂经过节流阀进入蒸发器 空间突然增大压力减小 液态制冷剂发生气化 从而吸收大量热量使得蒸发器变冷 空调中便吹出了冷风 而制热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四通阀的部件 使制冷剂在冷凝气与蒸发器中的流动方向与制冷相反 这时冷凝气和蒸发器的功能对调 也就是原来的蒸发器变成了冷凝气 而原来的冷凝气变成了蒸发器 制冷剂具有在高温下容易液化 在压力降低后又容易气化的特点 它在空调机里经历着压缩、冷凝、膨胀、蒸发的循环过程 目前能用作制冷剂的物质有80多种 最常用的是氨、浮力昂类和某些碳氢化合物等 目前市场上应用最多的是浮力昂类制冷剂 含浮空调绝大多数采用的是222制冷剂 一旦泄漏会对抽氧层造成很大的破坏 而业绩习惯将采用2410A制冷剂的空调称为无浮空调 所谓无浮并非不含有浮元素 而是这种化合物不会对抽氧层造成破坏 因为真正能对抽氧层造成破坏的并不是浮元素 而是浮量中所含的氯元素 实际上浮为氯背了黑锅 因此我们在选购空调机电冰箱时 应该优先选用采用2410A制冷剂的产品 也就是所谓的无浮空调 随着科技的发展 空调机不断被改进 它将更加制人冷暖、绿色环保 带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体验